那怎么老生气呢 因为啥呀 我回孕了 那不好事吗 我的双胞胎 那不更好了吗 问题是我就一个老爷们 那个孩子哪来的呀 那个孩子 对 那个孩子哪来的 两座大山 人人喜欢 这倒是什么山吗 知道的话 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敢相信吗 我都没有碰过男人 现在年龄大了 真的是吃不好 睡不好 你看我黑眼圈都有了 加上我爸爸妈妈呢 也老是催我 其实我也很想泡你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你 到底有没有老婆 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话 我只有三个要求 对父母好 婚后生个小孩 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生两个三个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每年陪我 到娘家两到三趟 没有车没有房 我也不会介意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呀 只要是你真真实意 对我好 人品善良就可以了 我的要求 你能答应我吗 如果说你能答应的话 那你来找我 还是我去找你呢 我想去找你 但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 还是你来找我吧 我把联系方式给到你 你点击左下角 下载轻聊APP 听说最近下载轻聊的男士 都体验到了被美女包围的幸福感 超桌小姐姐等你上线 我也在轻聊等你 你快来试试吧 寂寞像狗一样 他对我太小诚 张牙舞爪的模样 让我心惶惶 寂寞像狗一样 什么东西放进去是硬的 拿出来是软的 你们说什么时候最适合干坏事呢 要我说呀 就是中午 中午干坏事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有句古话说的好 你干坏事早晚会被发现 年华 半月 去踏进 爱爱 有 风光 不屑 老公 你腰还疼吗 嗯 你要干啥呀 不干啥 就问你腰还疼不 我感冒了 我还生病了 姐姐 不是咋的 现在我作为你媳妇 连最起码的关系都不行了 你要是想让我少活两天 你就直说吧 你脑子有病 我叔给我打电话 明天来搬家 问咱俩能不能去帮个忙 你这腰没好 那能搬一搬抬一抬 能行吗 啊 搬家呀 吓死我 那搬家可以去 搬家没事 搬家没事 不是你这大晚上的 能不能不要问什么腰疼不疼 这种敏感的问题呀 啊 有人 吓死我了 哎呦 什么 哈哈 哈哈 那是 春天来了 什么玩意绿了 春天来了 爸爸绿了 那春天来了 那爸爸怎么能绿了呢 冬天呢 都 不是 这玩意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呀 那春天来了 不应该是小草绿了吗 那爸爸怎么绿啊 你爸 我不知道 你问你爸去 寂寞像狗一样 他对我太小整 张牙舞爪的模样 让我心惶惶 寂寞像狗一样 嗨 进来了就不许走了啊 问你个问题 回答了再走 说人这辈子偷什么 不犯法 猜咪语啦 说不粗不细 顶天立地 不见还想 常见生气 打一日常生活用品 猜猜看 这是什么东西呢 说什么东西 张开大 闭上小 白天用得多 晚上用得少 聪明的你能猜到吗 猜到留言 写在下方 厉害的你 请听上脸 女子 就是好 你来对下脸 平地一座山 能摸不能爬 两个排气管 冬天冒白烟 来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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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着我最思念的人 一会儿 一会儿 媳妇 老王把孩子的事跟我说了 不是老公 你听我说 其实这事他不赖我 那天吧 哪天呢 就昨天的事 老王说了 你打的可狠了 打了 一天天的 你打他干啥呀 打那么狠干啥呀 我告诉你以后注意点 知道了 再打一个我看看 不打 不打 四四方方一块田 一荒荒了十八年 十八年后 长棵树 至今还在田里住 爸 干啥呀 我听说我妈怀孕了 那 你们还打算生下来 啊 不是你们咋想的呀 我这三十来岁人了 你们现在就二胎 啊 你今天必须对我们合理的解释啊 解释啥呀解释 有啥好解释的 这就好比你们手机游戏似的 大号电费了 还不能拿小号试试 你们知道啥东西 从古至今都没涨过价吗 男人 不但没涨 还贬值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好东西 开始没有这个东西来不行的 说什么东西 白天大 晚上小 白天用的多 晚上用的少 聪明的你 你知道是什么吗